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柳公子前来拜访 颜潇公子来了吗 已经在为老太爷治病了 快看快看 柳公子真的好帅啊 他要是能看我一眼 我就知足了 别做梦了 人家可是冲着拿岚小姐来的 他笑了 他笑了 我都快要昏过去 小姐来了 柳公子 嫣然 这是老师特意为拿岚老爷子炼制滋补身体的丹药 骨盒大师费心了 可惜 老师之前去塔戈尔沙漠换取一伙失败 不然 这次多亏了大师提醒 我们这才找到了拥有一伙的炼药师 来驱除爷爷体内的落毒 想必爷爷不久后就会痊愈 一伙 是加玛帝国哪位德高望重的炼药师得到了一伙 是一位叫颜潇的年轻人 他能以这般年纪就收复了一伙 可见其天赋极为了得 想不到还有这般天纵之才 恐怕就连老师也会忍不住想见识一番吧 燕然 可否介绍在下认识这位颜潇先生 他脾气甚是古怪 眼下正在为爷爷驱毒 我们去爷爷门外候着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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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去毒就到这里吧 再有一次 想必你体内的落毒 就能彻底去除了 多谢严霄小兄弟 我能感应到 体内的痘气 正在逐渐恢复 各取所需罢了 在下先告辞 等明日 严霄兄弟 你也是为参加炼药师大会 而来帝都的吧 我不过是凑速热闹而已 你倒是客气 就凭严霄兄弟 一火这项绝技 这次不想大放异彩都不行啊 大会之前 总少不了一些练习 这些药材 仅是老夫弟点心意 虽不是什么名贵之物 但也还能凑合着练练手 老爷自有心了 这些药材拿到米特尔拍卖场 恐怕会让一些炼药师 抢破头的 我这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爽快 天色已晚 在下先告辞了 老夫送你一程 走 其实炎瘧兄弟可以不用这么见外的 留下吃个便饭 也能增进增进感情嘛 不必了 不要说得这么直接嘛 行 老夫也不抢求 如果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 都可以直接提 我纳兰杰能帮助的 绝对不会含糊 严肖先生 今日再次麻烦您了 这是我的朋友柳玲 也是一名炼药师 你好 严肖先生 你好 六龄小子 你不跟你老师学习炼药术 咱们又跑过来了 老师让我带他老人家 向老爷子问好 并顺便送来滋补身体的丹药 另外 炼药师大会想必云集了炼药界无数强者 老师也想让我下山见识一番 骨河这老小子有心了 骨河的徒弟 严肖先生 没想到你如此年纪便能拥有传说中的异火 实在让人佩服 不知严肖老是名讳 他只是山中一闲人而已 没有丹王骨河那般名气 严肖先生倒是谦虚 就算不提异火 如此年龄便成为二品炼药师 那本事自然也是不低 没办法 都是被人逼出来的 像严肖先生这样的 在下还有事 告辞 小骨河 燕燃 她真的拥有一伙 严肖先生实力很不错 对火焰的操控 恐怕不会逊色于你 在炼丹这一项上 这么多年来 她还是唯一一个 我见过或许能够超过你的同龄人 对不住了 琉璃小子 老夫先去歇息了 燕然好好款待客人 柳麟公子时候也不早了 我先送你到门口吧 燕然 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知道我对你 你应该知道云兰宗的规定 而且现在的我并不想谈这些事情 你是这么多年 少有能成为我朋友的男人 或许你以后能打动我 不过至少现在 我还仅仅把你当做普通朋友 我不否认你的优秀 不过还未达到我的要求 我拉兰燕然的男人 绝非庸人 我知道你心高 那么这次 我就用炼药师大会的冠军 来向你证明 我柳麟配得上你 有点 这些落毒中所蕴含的能量 着实庞大 只经过几次炼花 就让我一举升至七星斗士 小炎 老师 小炎 果然是你 哪一人 三年时间一到 就凭你这废物 也想打败我 这三年 你对我的羞辱 我一个也不敢忘 炎儿 父亲 这三年 我为了变强 为了战胜你 放弃 失去了太多 所以 你去 不 不 不 我 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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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何事 没事 只是每次听到阿兰杰去一丝毒 我体内的落毒 就会越加浓厚 既然这样 就别当什么烂好人去驱毒 更何况 你与那个拉兰燕燃 似乎还有过节 气唤秦陵险 我是一定要得到的 你们知道今天宫会中为什么守得这么散业吗 怎么说 炼药师大会的内部测试赛 没有听说过呀 就是各个地区分会推荐的关系户的测试吧 你们可别瞎说 关系户可都是精英 都是很有实力的 让开让开 是加满王氏的拉扯 好 这是谁啊 这是 难道皇室也派人来参加内部测试赛 后退后退 人还挺多的嘛 你们就留在这 是 月儿公主 都别处着了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让开让开 给本公主让让路 不 赛 颜霄熊 嗯 月儿公主 这位颜霄兄弟 就是刚才我跟你提过 拥有一伙的天才练药师 颜霄 本公主还没见过一伙呢 让我看看你的一伙吧 抱歉 一伙不是拿来炫耀之物 你 他竟然拒绝我 月儿公主 颜潇兄可能还不知道你的身份 这是加玛帝国皇室最受宠的小公主月儿 也是炼药师工会 砝码会长的爱徒 小公主在炼药树上的天赋 就连她老师也赞同不已 早在半年之前 她就晋级为三品炼药师 想必会是这次夺冠的有力竞争者 虽然你是丹王的弟子 但冠军一定是我的 小公主的确是很厉害 但别忘了 颜潇兄可是拥有一伙的炼药师 一伙又能怎样 听说一伙可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呢 可颜潇兄弟也真是的 老师神神秘秘藏着不给我们看 你们先聊 别走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敢拒绝我的男人 今天本公主就来试试 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这几席并不是一伙 他果然对火焰的操控很强 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试试这招 这小丫头什么毛病 不觉得是啊 什么ма疏 发生什么事 都不见了 糟了老头子来了 你不 dispos了 口头 砝码会长 何大人 何大人 又在调皮 老师 月儿只想看看 他到底有多厉害吗 砝码会长 老师 他就是颜孝 这位小兄弟 你就是位拿拦截驱毒 拥有一伙的天才炼药师 一伙 就在不久前 我与一伙擦肩而过 此乃毕生汗室 小兄弟 是否能让在下 见识一下一伙 也算了了一番心愿 抱歉 一伙并非是拿来炫耀之物 我的老师曾教我 要用平常心来对待一伙 我们是否在哪里见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